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苹果新天价之后 礼拜二之后 这个盘式怎么样来把握 亚洲我最标最强势的主轴个股呢 今天上市上柜加起来又是34家涨停板 我相信很多好朋友们呢 在每天在观看我的一个直播节目里面呢 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我相信不光是我啦 很多好朋友们 你们在看我的直播节目的时候 我相信你也看了很多 做了很多的功课 那关键重点 接下来该注意什么样的标的 该掌握什么样的内容呢 来 我们在线上来讲 也欢迎好朋友呢 现在马上就可以先把我的直播内容呢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分享到你的社团去公开大家一起来掌握今天的主轴重点 那关键重点如何来接下来掌握呢 其实好朋友你会发现说 在盘式的架构里面 有没有 盘式的架构里面 你会发现 今天的盘指数跌9点 尾盘台积电 很明显的 真的还是有拉抬 那台积电有做拉抬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那老师 这个盘式接下来怎么看 接下来怎么样做一个掌握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呢 今天虽然说指数没有很大的波动 但是很多很多好友们 今天非常非常的关切 关切说这个盘式架构里面呢 有没有一些好的个股呢 虽然说指数没有很大的波动 但是很多朋友们 今天非常非常的关切 盘武安 关切说这个盘式架构里面呢 有没有一些好的个股呢 来做一个追一下 还有李大中已经有好多好朋友 已经在线上了 朋友们 盘小姐武安 盘武安 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个说明 最大的关键点 你问的好朋友们 你们在每天的一个 我待会再跟大家先说明一下 还有李大中 你大中问了说三五三二买在一百七十一块 好 我们待会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个说明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我们每天做了这么多功课 每天去替投资朋友来掌握这个行情的卖动 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掌握 接下来的盘式关键 我们先看一个地方 那最重要的 这个盘式关键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我们每天做了这么多功课 每天去替投资朋友来掌握这个行情的卖动 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掌握了 接下来的盘式会 今天你看到这个盘式关键是什么 台积电收平盘我们一开始一步一步的进入主题正点 那苹果创新以后呢 昨天我跟大家讲说苹果要创新高 要创新高了 特别看一下这个K线图 今天你看到 昨天晚上的美国苹果最高到193.42 收盘191.83上影线版 有没有注意到 第一个注意看一下这个K线图 苹果今天创新高 昨天晚上的美国苹果最高到193.42 长盘191.83上影线 今天晚上的FB的一个传真稿分享里面 第一个注意重点 苹果今天创新高 苹果能够创新高 最大最大的并不算是很强势 不是5月营收不是6月营收 马上新的iPhone9 今天晚上的FB的一个传真稿分享里面 也不是说今天财经头版 两个因素能够让大家讲说 今年的一个低价的 巴菲特银幕 会大卖 一支大买它的股票 第二个 苹果它本身也要花一千亿美元 最主要去买库长股 这才是真正 苹果为什么会创下历史新高 最重要的因素 巴菲特一支大买它的股票 苹果创新高以后 你记得也要花一千亿美元 去买库长股 这才是真正 苹果为什么会创下历史新高 这个缺口的位置 那你说海股呢 苹果创新高以后 你记得哦 今天的跳空缺口 小幅政大小涨小跌 缺口没有比 都可以接受 这是今天晚上 苹果要观察的重点 那投资朋友说 你看五月份这两个高点 说红海缺口的位置 说红海缺口的位置 我先换一条线 不要回补 我直接先讲重点 就是维持强势 讲完重点 小幅政大小涨小跌 缺口没有补 跟好朋友一起来讨论 你手上的股票 这个比较重要 你看五月份这两个高点 那投资朋友说 红海呢 我先换一条线 我直接先讲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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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高点 明天不是在 两毛就站上去了 今天88块半有突破 不难吧 明天在 最重要最重要的 站上去 只要涨两毛 是不是突破 短期的下降压力线 五月份的 两个高点 压力 八十九块五 两毛 就站上去了 八十九块五 八十八块三 最重要最重要的 不是八十八块三 是短期的下降压力线 现在关卡的重点 是在他的半年线 已经降到多少 八十九块五左右 89块半站上去 八十九块五 相对八十八块三 不是特别大的意义 是短期的下降压力线 现在关卡的重点 是在他的半年线 那我在今天 八十九块半 八十九块半站上去 上礼拜六 全省的三长奖座里面 礼拜五 高雄 六月八 台北 几十位的好朋友们 一起來掌握 我说 六月二号的演讲里面 我告诉大家 不要说今天 红海六月十三号 是最关键的时刻 六月十三号 搜完盘 高雄 六月十三号 搜完盘 我会告诉大家 我是怎么规划 我说 六月二号的演讲里面 我告诉大家 在六月十三号 六月十三号 是最关键的时刻 我也特别讲 六月十三号 搜完盘 美国的非农就业数字 包含了 ISM制造业指数 我是怎么规划 失业率 还有包含 六月十三号 大姐 在六月十三号 搜完盘有关 那么 在上礼拜 我也特别讲 两个表格 美国的非农就业数字 包含了 ISM制造业指数 那最重要的是 失业率 还有 莱德不敢 不敢买 我也不敢买 可是你知道吗 光碟 确认的 我们也不敢去买 这种光碟 骗到股票 所以 你看到莱德 谁在大买 最近这一个礼拜 天天大买的是谁 投信法人 投信法人 我不希望他只是做短线 不要说买了以后 月初买了月中就卖掉 可能这个消息面 真的有什么好个例多 所以 你看到莱德 这个现象也告诉大家 买最多的是投信法人 我不希望他只是做短线 不要说买了以后 月初买了月中就卖掉 然后呢 6月1号 隔一个月以后 你还是看不到 到底是哪里加买了快三千张 这个现象也告诉大家 三户 你还是在大买莱德 是不是三户投资朋友 你的钱在买莱德 因为我也不敢追 所以你看到投信法人 6月1号 上礼拜五买了快一万张 说真的 礼拜一买了快三千张 今天买了快六千七百张 你不知道背后的故事 是什么意义 是不是三户投资朋友 你的钱在买莱德 以后再 那个现场分享会 再慢慢告诉大家 很多的数字 那么 你如果没有很用心去看的时候 你不知道 背后的故事 是什么意义 159 这个讲起来很精彩 以后在 那个现场分享会 再慢慢告诉大家 连线形成一个反压线 在 OTC 今天最高来到 15 159 这有什么意义 159 159 之前在 2月份的低点 要避开反转 5月份的高点 连线形成一个 反压线 在 159 159 是谁 指数的点数 159 这个159 这个159 这些细弹 那么在指数的一个 压力位置在 159 今天你看到 OTC指数 那有好几位朋友 一直问我说 老师 你什么时候开 技术分析的课程啊 中美金 我还在 继续做一个 最后的整理 在指数的一个 压力位置在 159 很多数字啊 今天早上 我还告诉大家 那有好几位朋友 一直问我说 老师 你什么时候开 技术分析的课程啊 我说这个时间点 陈董事长 对景气的看法 还有外资的动作 开课的时候呢 我会通知你 结果呢 你看到今天 陈董事长 对MLCC 缺获到明年 2019年 结果 这个股东会 又卖了 陈董事长 对景气的看法 还有 外资的动作 影响很大 结果呢 你看到今天 为什么又 陈董事长 偷偷的笑 高党又一直在卖呢 2019年 结果 外资今天又卖了 新闻才连线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最主要 最主要 不是陈董看坏MLCC 会不会觉得说 外资 为什么又 偷偷的笑 高党又一直在卖呢 怎么看 国际这张股票 从5月16 到6月15 我就告诉大家 国陈外资 卖了多少 不是陈董看坏MLCC 到6月5号 今天又卖了1049 我这边打错了 12979 从5月16 到6月5号 卖了快13000 外资卖了多少 卖这么多 我们从技术面来看一个数字 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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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2979 神奇哦 是12979的数字 12979的数字 卖了快13000 我们先把这个数字改回来 卖这么多 因为这个数字我看了 没有改到呢 心里还蛮难受的 低点 低点 因为这个数字是多少 好神奇哦 12979 这条上升趋势线 12979 这条上升趋势线 稍微等我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数字改回来 因为这个数字 我看了没有改到呢 心里还蛮难受的 一次 因为这个数字是多少 四次 12979 连结过来 12979 我们再把它播放一次 没有关系 稍微等我一下 记得我这12979 如果 你看它的上升趋势线的话 会开始转弱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五个支撑点的连线 就这么巧 975 同时 记得我这四天 有没有 如果 这14天 卖了 12979 将近 13000张 五个支撑点的连线 就这么巧 将近 970 亿 同时 这14天 所以 有没有 这14天 他要做一个拉高调节出货 九七九 将近13000张 九毫 说真的 被动元件的设备股 真的就持续在涨 这就让大家觉得说 你看这个投资朋友 一定要注意 他要做一个拉高调节出货 今天其实他的趋势 惯性已经改变了 这种趋势惯性改变之后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真的 我们先讲重点部分 那今天张董事长 你看这个股东会后 配修了 我待会会跟你讲 还有一档 今天其实他的趋势惯性 已经改变了 这种趋势惯性改变之后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是的 我们先讲重点 非常的大 那今天张董事长 股东会后 让台积电张董事长 退休了 也非常非常的感谢 张董事长 一个完美的退休 在台积电 贡献31年 叫做完美退休拉台 不然今天台积电 是开高往下走的 所以你看尾盘 最后一盘 早上开盘前 让台积电张董事长 退休呢 229 一个完美的退休 看看我这句话 但是今天呢 台积电的股东会 这开高往下走的 张董事长 早上开盘前 台积电 做的一个挖矿订摊 也非常感谢被三星分石 非常感谢张董事长 这不是小利空 但是今天呢 这个一定要 比较乐观的方式 来看这些内容 因为很多的数字 完美退休 我们在看这个盘事的节奏的时候 我们知道 他每一个动作 都有他背后的意义 但是你知不知道呢 这种比较乐观的方式 就像我讲看这些的内容 你看到大力光 今天公布 我们在看这个盘事的节奏的时候 我们知道 他每一个动作 都有他背后的意义 但是你知不知道呢 今天下午公布出来之后呢 就像我讲的 五月营收 真的也是创新年新高 五月营收 公布没有问题 但是他估计 六月营收持平 你还记不记得 今天下午公布出来之后呢 凭什么 五月营收 真的也是创新年新高 今天四五二零 从三千涨到四五二零 但是他估计 六月营收持平 你看看这个讯息 六月营收持平 你还记不记得 这一波大力光 凭什么 占回四千块 也就是说 这一波大力光拉起来 从三千涨到四五二零 也有下单给大力光 你看看这个讯息 五月十八号的时候 让大力光股价 传三千 今天来到四五二零 可是他跟你讲 也就是说 这一波大力光拉起来 六月营收 如果工作天数来算的话 大概是少下单给大力光 他持平的话 其实你说 让大力光股价 回到四千 今天来到四五二零 这个部分 我还是提醒大家 六月营收持平 利多出尽 六月营收 如果工作天数来算的话 他很多好朋友 在问的个股 他持平的话 我们尽量 先跟好朋友们 来做一个回复 因为我相信很多好朋友们 就不够钱 这个部分 我还是提醒大家 小心 利多出尽 这个盘式 会不会 就是一个 很多好朋友 在问的个股 有一个机会 先跟好朋友们 来做一个回复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我相信很多好朋友们 Linda5安 Linda5安 也都非常 很在意说 这个盘式 会不会 就是一个很明显 有些个股 有一个机会 来做一个反应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晚上时间 其实很多个股资讯 都已经慢慢进来了 你看到这种K线形态 不用我说 你都知道 是不是离开比较好 来我们先看一下3189的景色 你只要看到这种K线形态 有没有 一直有上影线的 一方时间 其实很多个股资讯 都已经慢慢进来了 要滑 你看到这种K线形态 是不是几乎每一天 不用我说 你都知道 每天都有上影线 你只要看到这种K线形态 有没有 最近呢 比方说 2367的 要滑 都是有上影线 是不是几乎每一天 每一天 除了这一天以外 每天都有上影线 五十九六十块以上 一直有人在做调节 最近呢 除了在高档有人调节之下 我会建议你 既然有人调节 你就先离开 先做一个短线获利 也确实 上影线代表说 五十九六十块以上 一直有人在做调节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所以在高档有人调节之下 我会建议你 既然有人调节 你就先离开 先做一个短线获利 那离美人所说金店 今天真的涨上来了 还赚了十几万 这是应该的 因为今天的LED呢 我也先看一下 今天股价走势 其实在这一波 你看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家 那离美人所说 它的一个大底结构 真的涨上来了 还赚了十几万 比我预期的还要强 因为今天的LED呢 我也告诉大家 今天的股价走势 其实在这一波 你看看 金店 前两天我就跟大家分析 大家说真的一个重点 它的一个大底结构 高空缺口 真的 比我预期的还要强 夏季用电 今天两万八千张 平均啊 美股大概要多四成的电费 那么多四成还没有关系 前两天我就跟大家分析 最大最大的关键 结果五月份就开始跳电 大家对电力品质 夏季用电 都是有比较担心一些 美股大概要多四成的电费 那么多四成还没有关系的装置 比方说 我像我家里来讲的话 冰箱啦 冷气啦 电散啦 尽量去换节能的 大家对电力品质 电力的供应力 电散最明显 有比较担心一些 所以 直流电的电风扇的话 那个电力 换节电的装置 比方说 我像我家里来讲的话 冰箱啦 冷气啦 电散啦 尽量去换节能的电力 那么 换了节能以后 电散最明显 电散如果换成直流电的拉伸 电风扇的话 那个电力说真的 我们一个一个看好 那么 苏明一样素先生有问到说 也可以换成的帽连 这些帽连如何来做操作 帽连今天有点可惜 就是说他的股价走势 也确实往上做一个拉伸 好 我们昨天所讲的 我们一个一个看好 那么 苏明一样素先生有问到说 3665的帽连 还记不记得我昨天所说的 来做操作 帽连今天有点可惜 就是说他的上引线 他还算是整理形态 因为 他的 我们昨天所讲的 225的价格 没有一口气站上 但是开盘有上空 他还记不记得我昨天所说的 他的季线 因为你如果仔细观察 像帽连的供应链 说真的 他的本业很漂亮 去年 真的 像这种股票后 你看云收每个月 都是8成7成9成1倍 1.4倍 只是说股价的走势 这一波一路盘跌 再加上 电动车 特斯拉的供应链 短线上 他的本业很好 去年 赚了一个股本 今年 还是有机会 一个股本以上 我认为还没有走完 只是说股价的走势 这一波一路盘跌 比较可惜 那好不容易这个地方拉起来了 那短线上 这是苏先生问的问题 这个价格 225的价格 还会做整理的表现 我认为说还没有完 还没有走完 只是说 形态上 不要受大盘拖累太多 我在今天上上 新闻台连线的时候 那 这是苏先生问的问题 来 从今天开始 Win有问到说 Computex 2353的鸿跌 相关受惠的是什么 看一下 电竞概念股 有没有注意到 我在今天早上 新闻台连线的时候 说实在 新闻台连线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那种功能 跟速度 没有优因 讲真的 没有什么优因 反而是 电竞的设备 速度 其实是一直满吸引人的 它的效率 都一直是 用最好的 所以在 更新 换新的 那种功能 跟速度 没有优因 是不是均线 全部纠结在一起 反而是 电竞的设备 纠结在一起 这个五条均线 纠结在 24.1到24.5 这个区间里面 相对的 24.5 24.1 这个区间 没有跌破的话 全部 纠结在一起 有没有机会 这个五条均线 纠结在一起 这个五条均线 纠结在 24.1到24.5 这个区间里面 相对的 24.5 24.1 这个区间 没有跌破的话 你可以来做 观察 做一个继续 那么 现在来讲的话 李美人有问到说 今天要不要先卖一下 自营商买了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 来做一个 你先看一个数字 这个很重要的 今天是不是 收最高 今天收最高 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来做观察 三大法人 现在来讲的话 那李美人有问到说 今天要不要先卖一趟 你先看一个数字 今天是不是收最高 光是自营商 跟外资 买了 1万4千张 你看三大法人 三大法人 今天外资买了 6951张 自营商买了 至少 明天还会收高 你说这个盘 是要不要先做一个 短线拔 跟外资 买了1万4千张 在这一步的 是卖 243张 今天是 投信 会来到半年线 至少 至少 明天还会收高 你说这个盘 是要不要先做一个 短线拔档 我认为 它的股性跟它的一个股价呢 有没有注意到这里 或者涨势 第一个 你看它明天的价格 45块2千 跌破50块的时候呢 有没有办法一口气 随着今天把人大门站上去 有一个跳空缺口 你再观察一个数字 这个跳空缺口 接下来呢 再冲上半年线之上 3月14号 就是有机会 去跌破50块的时候呢 跌破50块 跌破49块 有一个跳空缺口 机会跟力量 有一个跳空缺口 这个跳空缺口 但是它能够去做部分回补 应该是有机会的 你如果说有机会 去挑战它的缺口 但是你说完全补掉 49块8的缺口 机会跟力量 可能要看媒体的一个推升 那SPAN有力道 但是它能够去做部分回补 应该是有机会的 你如果说你的张数多的话 我会建议 拉高上来分批调节 分批抄底的方式来做操作 今天的股价走势 其实压回来是比较弱一些 因为3374你也看到这一段 套在79块 还有没有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5月底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 它回补这边的缺口 今天的股价走势 其实压回来是比较弱一些 因为3374你也看到这一段 最低76块9 有个跳空缺口 有个跳空缺口 这次有没有来 5月底的时候 就是补完缺口 就拉回 就短线上 今天你仔细看 它的股价 跌破10月2号的低点 最低76块9 有个跳空缺口 这次有没有来 收盘价也跌破10日均线 就是补完缺口 就拉回 因为它今天成交量 今天你仔细看 它的股价跌破10日线 没有在上 72.65 我认为 它的5日均线跌破10日均线 我也建议你 收盘价也跌破10日均线 先做一个调节 比较偏向是走盘跌 因为它今天成交量 量也开始缩下 那我刚才问到的2486的一拳 一拳 一拳今天也是震荡的很精彩 2486的一拳 你说你买在11块7 先做一个调节 但是明天要次注意一个数字 它在昨天 你仔细看 那我刚才问到的2486的一拳 昨天低点12.55 一拳今天也是震荡的很精彩 到2486的一拳 你说你买在11块7 它又形成一个 但是明天要次注意一个数字 这个K线 它在昨天 你仔细看 但是今天呢 昨天低点12.55 先把跳空下跌的缺口 回补掉 这个有意思了 昨天先补掉 它又形成一个第三个跳空缺口 这个K线又往上 倒撞反转 但是今天呢 它也拉高 先把跳空下跌的缺口 回补掉 因为短线它涨三天 你先补掉 那明天的关盘重点 你说11块7买的 又往上 补掉 五日均的跳空缺口 今天在12.58 大概在12块6 整理盘 明天要是整理盘 因为短线它涨三天 整理两天 那明天的关盘重点 如果说11块7买的 要不要续报 在下半场 五日均线 今天在12.58 大概在12块6 我会建议你 就是短线 12块6 好 因为明天的盘式 就我的规划 应该是个股震荡 如果说明天它的走势 这点是你先参考一下 在下半场 或者说你看盘中 没有办法 守住12块6 买在171 我会建议你 就是短线 先做过理把打 因为明天的盘式 就我的规划 应该是个股震荡会买大的 前两天 你如果有看我的内容 你应该知道说 我就特别提醒大家 前两天我讲说 月均线 月均线 只能散 不能下 那你买在171块 是买在相对的高 你有没有注意到 前两天 你如果要看我的内容 你应该知道说 我就特别提醒大家 前两天我讲说 月均线 月均线 只能散 不能下 那你买在171块 那你买在171块 就是买在相对的高 连续5跟黑K 以后 他应该要守住 反弹 对不对 但是你注意哦 月均线 今天是联5黑K 155块的位置 收盘5块前的下影线 就技术面的行态 连续5跟黑K以后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今天细晶元弱的因素 不是盘胜科造成的 这什么造成的 昨天跌一块 今天跌一块 今天跌停板 5483的中美金 你看看中美金 我们在上礼拜五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今天细晶元 破月线 破上升趋势线 要小心 是什么造成的 昨天跌一块 今天跌停板 那么 台胜科 你回到这个美金 我先跟你说明 你看看中美金 今天的盘中 有5块钱的下影线 上礼拜五 就已经在做反弹 破上升趋势线 明天你仔细观察 要不要出台胜科 最大最大的关键 那么 台胜科 你回到这个地方 我先跟你说明 今天的盘中 有5块钱的下影线 台胜科 就已经在做反弹 明天你仔细观察 要不要出台胜科 最大最大的关键 在中美金 你看那今天下影线 也很长哦 下影线 有32块 他也很想去守 台胜科 是连续4根黑黑以后 中美金 有盘中做反弹 了解吗 所以盘式的架构里面 你看那今天下影线 也很长哦 下影线有32块 他也很想去守 中美金 可是连续4根黑黑以后 中美金今天 有盘中做反弹 的一个收盘里面 了解吗 所以盘式的架构里面 5483的中美金 记得明天 重大卖3400 在中美金 可是比较可惜的就是说 中美金今天外资 买一个收盘里面 你会发现 外资前一天 买了1656张 5483的中美金 在买98张 可是投信 大卖了3434张 所以自营商卖的 473张 还是卖操的情况之下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 这个盘式架构里面 如果是外资 持股也开始松弄的话 可是投信 大卖3400 会比较弱势一些 所以这点要特别留意一下 明天 卖操的情况之下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 这个盘式架构里面 如果是 明天先观察 持股也开始松弄的话 我再补充一下 对台胜客 会比较弱势一些 或者是 这点要特别留意一下 明天 台胜客的走势 好 那3532的台胜客 就跟你说明一下 明天先观察 如果就价位点 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它的走势修正 这次的利空 或者是 不是一家公司 是大陆的政策 大陆政策 今天杀起来 影响还蛮大的 今天还包括哪一档 我在盘中 跟LINE先推出 因为它的走势修正 你自己看 不是一家公司 是大陆的政策 大陆政策 今天杀起来 影响还蛮大 今天还爆剩哪一档 我在盘中 跟LINE好友一起分享一档股票 还记不记得 有没有影响 太阳能族群里面 我那时候说有 3576的新日光 请大家先避开的 你看看今天的朔和 是不是 3576的新日光 为什么说今天 特别提醒大家呢 破今年新日 我换条件给你看 你就知道 有没有影响 太阳能族群里面 我那时候说有 反弹上来 行成一个 类似像 你看看今天的朔和 今天是 跳空 这个地方 为什么说今天 跳空 就接近在景线附近 我换条件给你看 你就知道 你看看朔和 3691的朔和 他的股价走势 反弹上来 今天 一个类似像 M头的架构 这个外资跟自营商 都站在卖方 往下跌 一跳空 就接近在景线附近 但是股价 或线 你看看朔和 在3791的朔和 他的股价 178.5 今天留下一个 跳空缺口 这个外资跟自营商 都站在卖方 还算是小麦 几十张 而一 但是股价 或线 他的颈线 在178.5 李爱婷李小姐 问到说 今天留下一个 跳空缺口 这是比较 德宏的股价 总是算强势 有没有注意到 线下 这个点特别避开一下 你如果说 你看他的业绩 基本面 普通 李爱婷李小姐 有问到说 是有赚钱的公司 但是净值呢 来 德宏的股价 总是算强势 有没有注意到 线下 股价跌到 你如果说 你看他的业绩 基本面 这个涨势 你看 不是说特别好 0.8 0.18 只要有买盘 只要有量增 但是股价 就能够继续上 6.65 所以 德宏 有没有办法 为什么说 原物料的涨价 提材趋势 但是 这一波的涨势 你看 他的股价 量价 确实是有增加 你如果说 有量增 股价就能够继续上 现在的年限 所以 德宏 有没有办法 8.6 原物料的涨价 提材趋势 8.6 没有跌破 多单续报 因为他的股价 量价 确实是能够 能够强势上涨 你如果说 算是多单的话 我会建议你 现在的年限 8.6 那我们先回答到这边 来 待会 8.6 没有跌破 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说明 那么 在这个地方 能够强势上涨 算是今天的领均 我说今天盘低价位的股票 我说中美金 就属于多头的部分 开盘 9.36 那我们先回答到这边 待会我们先看一下 第二单元的部分 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说明 一开盘就被调节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稳帽虽然说有拉尾盘 拉回来 但是你看到稳帽 今天 我说中美金不要碰 开盘 9.36 撒下去 拉起来 继续买 这种都是弱势五不要碰 一开盘就被调节的 稳帽虽然说有拉尾盘拉回来 但是你看到稳帽 今天 这都是Lite 我们Lite跟大家分享的重点 我说是因为 拉起来 这种都是弱势五不要碰 在10.48 我还跟大家解释 中美金很弱很弱的原因 这都是Lite 我们Lite跟大家分享的重点 我说是因为 大陆太阳能补贴缩手 中国大陆补贴 531新政 大陆有很多太阳能变占 透过大陆估计 可能会造成 百分之五十六的产能占 那么 在这个地方 你仔细观察 讲白一点 531新政 就是讲说补贴 补贴的压力太大 没有很多太阳能电币 透过大陆正义人民币 你说那个量是不是很大 太阳能电币 所以开发总量 要急刹车 将会刺激太阳能 进一步的 向低 就是讲说 补贴的压力太大 没有超过一千亿人民币 一千亿人民币 你说那个量是不是很大 所以 最开发总量要急刹车 将会刺激太阳能 进一步的降低 我讲完的时候 从9点36分 提醒大家 中美金做发展 到10点48分 提醒大家 中美金做新日光 会造成 今天这三大大跌 的 中美金还不停滞 是不是 我们在谈中 又提醒大家一次 我讲完的时候 从9点36分 提醒大家 中美金做和 到10点48分 提醒大家 中美金做新日光 今天这三大大跌 破月线 破上升趋势线 小心啊 是不是 我都是事先讲 又不是事后讲 在这个关键点 你看 9点36分 那个时候的中美金 我还留下来 133块 破月线 破上升趋势线 小心啊 LINE的好友 你在盘中 看我这个讯息 9点36分 那个时候的中美金 我还留下来 133块 9点36分 你回头一看 133块 LINE的好友 你在盘中 看我这个讯息 9点36分 有没有 光是今天盘中 我说要避开 不要碰 开盘就被调节的 9点36分 你回头一看 133块 跌到多少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 你的股票 跟我没有关系 我可以很客观的告诉你 强就是差了 弱就是弱 有些时候 我也会看错 也会叫你卖错 比方说今天下了个月的好友跟我讲说 美律卖太早了 之前盘了快一个月 我说第一季亏损 你的股票跟我没有关系 还是建议他先卖 我可以很客观的告诉你 我也没办法 强就是强 弱就是弱 有些时候我也会看错 也会叫你而点错 比方说今天下了个月的好友跟我讲说 你如果真的那么看好美律 之前盘了快一个月 我说第一季亏损 你可以拉回来再买 我还是建议他先卖 会有更好的价钱 我记得我讲的 我也没办法 我不能跟你讲说 每个细微波的一个转折点 但是他转上来 我还是告诉你 听好哦 你如果真的那么看好美律 今天的重点 不是只是讲中美金 还有很多机会 你可以拉回来再买回 会有更好的价钱 我再讲一档股票 记得我讲的 听好 我今天我再讲一档股票 但是我会先教你方法 什么方法 这种赢家标股的心法 听好哦 今天的重点 不是只是讲中美金 从这个惯性的观念 看得到 我再讲一档股票 看得到那个方法 听好 我今天我再讲一档股票 但是我会先教你方法 什么方法 这种赢家标股的心法 这种股价的惯性 那时候中美金 技术面 我说破月线 你们比较能够学习 看得到 上礼拜五的持播 我们说中美金破月线 跌破月线要避开 为什么跌破月线要避开 因为它的股价呢 从这一波 那个时候中美金 我说破月线 碰到月线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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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破月线要避开 为什么跌破月线要避开 因为它的股价呢 结果呢 礼拜五快两个半月时间 礼拜一跌一块 碰到月线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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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破月线涨 它是一直沿着月线 一路往上 一路往上 结果呢 礼拜五跌破 礼拜一跌破 礼拜一跌一块 长黑跌破以后 也十三块半 两天十四块半 压力 我当时还讲一个观点 这种观点 跌破上升趋势线 我请大家避开的时候 一百三十七块 今天才十四块半 长黑跌破以后 反弹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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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下来的 跌跌跌下来 这种观点 跌破上升趋势线 我请大家避开的时候 一百三十七块 环球金 还剩四块半 加金 这些细金元 不是脱了下去 已经跌下来的 这有连惯性的 有连带性的 跌跌跌下来 因为在这种惯性结构 有改变的时候 会把 合金 环球金 台胜科 加金 这些细金元 拖累下去 上升趋势线 礼拜一的台胜科 一定要有连带性的 上升趋势线 有没有 在这种惯性结构 有改变的时候 回来不能跌破 今天盘市 还有一档股票 我还特别特别提醒大家 结果你发现 上升趋势线 礼拜一的台胜科 跌破 破线跌两块 上升趋势线有没有 低点 低点 那刚才好友 你有问到 他今天的收盘价 我刚跟各位讲 我特别特别提醒大家 结果你发现 月线 不能跌破 如果月线跌破 破线跌两块 今天要跌五块半 因为在这个观念 我又帮助到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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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些观念都是过去市 过去市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今天跌11块半 那未来是 现在是 要注意什么呢 来 仔细看 我又帮助到大家了 我说这些观点都是过去市 我过去市 就是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未来 为什么讲现在是 那未来是 现在是 要注意什么呢 仔细看 这一波华星科 他站上 从2月底 3月份了 你要讲说3月份 站上10日均以后 就是10日均线 这条绿色的 为什么讲避开 没有跌破 照股价惯性的方法 你仔细看 这一波华星科 他站上 从2月底 3月份了 你要讲说3月份 站上10日均以后 10日均线 这条绿色的 不一样 他是沿着10天均线在走 沿着10天均线在走 碰到 走了3月份 碰到 5月份 结果 今天跌破 10日均线 他的关系 跟中美今天 沿越线走 不一样 他是沿着10天均线在走 沿着10天均线在走 走了3月份 我只能讲到这里 因为我也不希望说 很多好朋友们 就敢 沿10日均线 然后呢 股票就试价杀掉他 我不希望影响到股价 我还是希望说 最好还是有明天 反弹到 10日均线 10日均线 因为我也不希望说 很多好朋友们 就赞上是最好 你讲的股票很准 就赶快去放空他 然后呢股票就试价杀掉他 我先讲到前面 我不希望好朋友 你们有的 我还是希望说 你手上的股票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手上的股票 你手上的股票 是不是强势个股 说真的 弱势股票 我想很多投资朋友 你们手上有的 一定要避开 银建股有一档 今天的新日光 今天的中美金 今天的硕核 是不是很多好朋友 你们都有 我在盘中也提醒大家 弱势股票 大陆很多投资朋友 你们手上有的 一定要避开 不补贴 今天的新日光 也不要说完全没有 今天的中美金 今天的硕核 是不是很多好朋友 你们都有 大家留意一下这个观点 我在盘中也提醒大家 那我们再回答一下 好朋友一些各部的 五一新政策 就是属于泰雅的 不补贴 减少很多 也不要说完全没有 是减少很多 这个影响 会持续 这个部分 大家留意一下这个观点 好的 那我们再回答一下 好朋友一些各部的 把声音关掉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 FB的声音也给他关掉 那你说YouTube有声音 看直播会的声音 好 我们把声音关掉 FB的声音关掉 或许也会好一点 好我们这边先把声音 不要重叠 不好意思 我每天都在学了 说真的 我今天又改了一个封面的标题 每天去做一个改变 我相信每天进步一点点 真的大家会看到更多的 很好的一个表现 好 那曹元晶有在问说 帽达可不可以续报 来 我们看一下帽达 股价走势光是看这个K线结构 有没有注意到 他今天几乎要把 起涨的缺口 来做回补了 那 起涨缺口来做回补 最主要是连续四天黑K 昨天虽然涨 但是还是黑K 今天的收盘价 跌破十日均线 记得我讲一个数字 今天已经跌破十日均线了 明天来观察 就是这个缺口位置 五十一块六 帽达五十一块六 不能跌破 好 五十一块六 最后缺口的位置 如果连缺口位置都补掉的话 避开 就先做调节 避免说他又一路盘跌下来 好 我不建议你去做个续报 这种K线形态 跌破十日线的话 不是强攻 反而反弹 先做调节 好 内观像何先生有问到 何好好有问到说 橘子怎么操作 橘子其实最近来讲的话 他一直盘 我给你看一个位置点 我们之前也说过 他是一个底部形态 这个五月十七号 缺口的位置七十五块 有没有注意 都没有回补 七十五块五 七十五块六 留下五毛六毛的缺口 到现在没有回补 也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地方做整理 算是平台的跳空缺口之上 强势整理 均线有跌破 但是他的强势整理呢 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弱势的砂盘量 七十五块 这个缺口没有补的话 我会建议你多单还是可以续报 相对再冲到八十块以上 还是会有压力 因为他的时间上要等待 六月下旬 学生开始放暑假以后 对他的业绩才会进入旺季的来临 不过时间上呢 他这个时间点还要有半个月的时间 可能用以盘待跌的方式 这点我可以跟你先做个说明一下 好的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肖香香有问到说 6560会不会过83 来 6560 你说新普罗会不会过83 这个你说要过83的话 我不知道你的83块是不是前面的压力点 我们先看一下前面 前高 去年六月份的高点 以现在的股价跟筹码面来说的话 其实他是很希望啦 不是说我希望 他是真的很希望 今天尾盘呢 又有明显去做价 不过你也发现说 今天外资呢 昨天的外资是买超84张 但是今天呢 外资马上又卖超了92张 所以我的看法上 他这个地方要做强攻 筹码面不够强 好筹码面不够强 现在还有一个机会 可以强攻的是什么 来 营收 4月营收可以比3月份 月增1.6倍 年增3.5倍 是不是营收很亮丽 现在这一个礼拜 你仔细看 辛普罗的营收 你可以特别密切注意一下 他要强攻83块 最纳的关键 我之前在演讲会场上说了两次 他的车用电子 甚至他这两天也有利多 反而估计他的EPS今年还算蛮乐观 不是去年的亏损 估到数字很高 相对的 你看到辛普罗的一个营收 如果在5月份能够维持大成长 因为去年5月只有2300万 要维持4月份这种强度就好 不要说月增很多了 维持4月份以上的强度 我告诉你 那83块就有机会 最主要因为这一波涨的最大理由 4月营收1.6倍 3.5倍 非常非常的强 这点我先跟你说明一下 所以在操作上的节奏 供83块最大的强度 来自于他的营收 4月非常好 那接下来要公布5月 外资一买一卖不够强 技术面的短线支撑 你可以抓69.5日均线的位置 当做一个停损停利点 这点给你做个参考一下 好的 那么再来我们再看一档就好 那张希希有问到说 加联益买了69 有没有办法再涨回来 我们看一看加联益 其实1700档股票 我们也是每天都在看 每天都在研究说 这些个股的趋势 有没有很强 那么加联益的走势 你看到说今天呢 股价开高走低 有点可惜啦 因为盘式的节奏 其实大盘台积电没有动哦 外资今天小买50 那个谁 然后外资 等一下哈 6153 今天的外资是大卖了7257张 有点可惜 今天这一根大长黑5万张的大量 竟然是外资大卖 如果说是外资大卖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啦 如果外资大卖的话 我会建议你 你说要再回来 再回来你说你买的价格点 我认为你说买在69块的部分 可能机会不大 因为他在过去这个半个月时间呢 70块上下已经横盘震荡 在上礼拜五最低来到62块7哦 那时候外资买超买了2600张 所以再供一次 那今天既然是外资大卖的话 很容易明天再度的往下压回 我会建议你不要一定要等69块 明天的盘是简单的讲 今天跌破五日线跌破十日线 要转强至少要占回67块 十日均线67块 67块1 占回去 甚至你说五日均线好了66块半 要涨个五毛一块以上 如果没有涨五毛一块 不要说我主观讲 明天的股价 没有涨五毛一块往上涨 他反而是开个平盘附近 就往下压回先出 不要一直期待说69块一定会来 今天最高有到71块3 可是今天外资大卖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 好 这点要特别留意一下 好 张成中 张成中晚安 好 问到茂莲可不可以续报 我认为还是可以 只是说股价的震荡 他还会有一个225块附近的震荡部分 好 这个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我就不再重复一下 好 那陈姐晚安 上次卖掉达方 这个买73张外资买98块的一个部分 好 这个地方来讲 其实我们很多股要 就像刚才好朋友讲的金店 我们说这波真的会上来 真的就上来了 那我们先回答一下 一大一大钟晚安 谢谢 陈姐谢谢 那么在Kryon Kryon有讲做3105的稳帽 可不可以买 我刚刚讲了 稳帽的股价走势 今天尾盘有撑住哦 我把图放大点给你看 今天的收盘价 是不是刚好收在十日均线月线这个位置 关键点 外资卖555张 之前我就跟各位讲 跌下来这一段外资没跑 外资没跑 涨到288块半 从这一天开始 外资一路大卖 卖了1万多张 那好不容易 昨天外资买524张 今天全部倒出来 555张 倒出来555张 告诉你什么呢 你仔细观察一个数字 他在5月29号 这个低点268.5 还有一个缺口没有完全补掉 短期的缺口位置没有回补 就我的判断 外资今天卖超500多张的话 我告诉你 明天可能又是开个平低往下拉回 你说他这个地方要买进 还没有出现买点 他在上礼拜先回到年限240块 有没有 我们之前跟各位讲 我们273附近卖掉以后 就等他拉回 我认为240还不是真的好的买点 结果他也反弹涨了20块 算不错了 涨的快一成的幅度 涨一成的幅度涨上来 这个地方外资又开始卖 他只是把他拉高上来 继续卖 那么这个现象 如果我估计没有错的话 他可能还会继续卖 外资的动态 270上下 卖了1万多张 有没有 卖了1万多张 一下子急杀 杀到240 有点远了 所以再拉高起来 花一点点筹码不卖 一拉就起来 然后呢 拉高再继续卖 所以你要买进的话 我给你建议啊 再等一等 不要那么急切 好不好 好 那时间上来讲 已经52分了 有点晚 我们先把重点先讲完 那强茂的部分 我跟各位讲 昨天说最高一套 要买奇涨 不要买那种高档 大涨长黑K的 今天跌3.8 开始修正 还没有结束 反弹上来 还是要做调节 好 这个机会怎么样来掌握呢 美律今天涨2块 回到155块 好朋友们 你们如果说 你们这边有卖掉了 也不要急 他反弹到155块 你看上面 今天有公布营收哦 公布营收也确实还不错 但是第一季亏损 第一季亏损 反弹上档的压力 160以上 其实有密集的套牢区 一定要量争 没有量争 不要急的追价 第一季是亏损的 了解吗 第二个 你看到嘉哲 今天的形态 是不是像 昨天我跟各位讲的 美律 站上季线 站上平台紧线 只不过他的股价高了一点 好 股价是199块 不是19.9 是199块 站上底部的紧线 拉回可以留意 不要追价 好 不要追价 那么美其马呢 连续2天涨 涨2天了 不要追 大国钢也是涨2天了 2天涨了4块 今天有出现卖压 爆量大震荡 不要追 短线甚至可以先弱带 那么同时像见顶 见顶呢 今天又涨1块3 连续3天上涨 有没有 连续3天涨了2块9 高值率 还有是在维持5%以上 相对的 红海今天又涨了3毛 红海 我说6月13号 搜完盘以后 我会跟大家做一个大解密 我把红海如何规划 怎么样做这个动作 6月13号下礼拜三 我会跟大家盘后来做分享 那么在见点部分 今天继续涨呢 我也跟各位讲 涨3天 我们要等它拉高的时候 特别注意是拉高来做获利 那么在被动元件的一个设备厂 仔细看 上礼拜五押回来买 礼拜一涨 礼拜二涨 这两天继续上涨 是不是本益比低 殖利率又很高呢 现在还维持4.7% 是维持很好的一个殖利率 不要追价 反而有押回来 再做逢低承接 这些关键的重点 我们在每天给LINE的好友部分呢 有黄金大标股 就是我们每天锁定的个股里面 就像我们黄金八点档 也会把一些针对好的个股 跟大家分享 加入LINE的好友才有这个内容 同时 待会节目结束之后 好朋友 你如果说你没有询问到的个股 没有回答到的 可以用一对一的私讯方式 在我的LINE的里面 来做私下的询问 这样子别人看不到 也对你的个股持股来讲的话 会更有保守秘密的部分 好 那今天把这些重点分享给大家 待会你还有一些个股想要询问 或者是直播结束之后 好朋友你才看到的部分呢 也欢迎你可以加入我的好朋友 LINE AT ID是小老鼠ASIA168 小老鼠ASIA168 把你想要问的个股 再用私讯的方式来做询问 好 把这些好东西分享给大家 也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